今天是2022年3月3日 我们继续进入美股个股技术快评 首先我们来看苹果股票AAPL 那苹果股票呢 目前它的股价的位置是在空头的反弹中 那么我们会看到呢 由于3月2日生成的是一个比较高位的一个红K 那么目前的连续几日的K线 又呈现出继续反弹的一个事态 那么我们会看到3月2日这个红K 它有技术上的新的突破 也就是它较前一日站上了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 并且收了一个红K 那我们在上一期视频中讲到 就是说苹果股价将会在10均和120均之内进行盘整 那么由于3月2日它有了一个新的突破呢 那么我们认为它突破了这个 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盘整区之后 那么股价呢 有可能会继续上行 那继续上行 它的目标一定是测试上方的20日均线值 但是在测试上方的20日均线值呢 我们会看到 我们在这里也有自己定义的一个趋势线 也就是在和3月3日焦点的这个位置 167可能将是它的一个叫做压力位 好 这是苹果股票 我们看下一个一段 FB脸书 那脸书的股价呢 现在也是在空头的下跌中 那我们会看到呢 在3月1日生成的是一个黑K 那我们在前一个视频当中定义的上 这是上线和下线 也就是股价可能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盘整 那只有突破了这个区域 可能脸书的股价的走势呢 将会被确立 那么在3月2日 这个K线呢 它在技术上也有了一个新的突破 就是它占上了10日均线值 然后收在5日均线的下方 那么今天呢 我们认为这个股价有可能会稍稍向上继续盘整 那如果能够突破 我们现在画的这个219的这个 17的这个上线线 那么它很有可能 当然今天生成 今天开盘之后 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也在这个地方 对 所以如果今天的股价开盘之后 能够站上这个区域呢 可能会后续会继续反弹 否则我们认为 它依然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盘整 AMZN亚马逊 亚马逊 那么在3月2日呢 也是收了一个红K 那这个红K啊 是带有一个长长的下影线 这样一个红K呢 我们可以把它 其实它是一个仿锤线 那仿锤线呢 通常如果带下影线呢 它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但是呢 这个目前的位置 它并不是在高处 也不是在下跌的低点 嗯 所以我们就 这个长下影线的K线而言啊 说明下方是有支撑 那这样呢 有可能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呢 可能会继续在一个区域内进行盘整 嗯 那么如果股价向上盘整呢 我们认为上方二市均线值将是一个压力位 对 那近期呢 嗯 我们认为从今天 从这个3月2日的K线来看 我们还是认为它将在上方3109 下方是2922期间 股价会在这个区间内运行 嗯 那如果股价能够突破上方的这个3109 那么可能会股价会有希望继续向上运行 AMD AMD我们会看到是头头低 前面是底底低空头的下行 那股价的位置呢 现在是在反弹之后又在下跌的一个 这个叫做盘整区间内 对 那由于在3月1日出现了一个长黑 嗯 并且也带有一定的成交量 那在3月2日呢 出现了一个反弹 嗯 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在后续的走势啊 它会在 我们会看到 嗯 在前一期视频当中 我们提到了 它可能会在 嗯 上方是20均是压力 下方呢 我们画这个标志线 也就是 24号这个长红的 50%这个位置 将是一个区间 对 那么 在后续呢 股价我们认为 这个 这个3月1日的这个长黑K线的最高值与最低值将是一个标志 也就是如果突破它的最低 那股价有可能会下行 如果站上这个黑K的最高呢 股价有可能会上行 所以今天呢 我们把这个标志线呢 改变一下 我们把这个标志线上移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长黑的上沿放在这 对 那也就是看 今天 呃 开盘之后 股价是不是能够占上20均线值 甚至占上上面这个境线 对 好 我们看下一个股价 NVDA 英伟达 那英伟达呢 它也是一个头头的的的空头 股价的位置是在一个盘整区内 嗯 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盘整区 我们在呃 前一个交易日 呃 前一个视频也是定义了 我们画了这么样一个趋势线 对下方 这个红K的50% 上方呢 我们认为是20均 也就是 股价呢 会在20均和它之间进行盘整 那我们会看到呢 3月2日收的这个红K 并且这个红K啊 完全这个 我们指的是实体部分 完全在黑K的这个实体部分之内 那这样的一个K线组合呢 呃 它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但是我们 呃 现在无法辨别 这个组合究竟是在我股价的低位还是在高位 因为就空头而言 目前是在低位 但是如果就反弹而言 它现在是高位 所以这样的一个K线组合呢 嗯 它是一个变盘的一个信号 那我们认为后续 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股价呢 嗯 将会继续盘整 或者说是变盘向上 突破20均 高走 或者说是继续向下进行盘整 那么下方呢 我们认为这个标志线 我们依然保留这个224这个位置 上方我们看20均线值 对 它会在这个区域盘整 我们看看 嗯 它要向哪个方向突破 嗯 如果需要 呃 我们就是从我们这里给出一个呃 推断的话 我们认为它还是要盘整 嗯 好 我们看下一只股票 WFC 富国银行 富国银行 我们会看到3月1日出现一个带有大量的黑K 那么在3日 在3月2日的这个生成的红K 我们会看到出现了反弹 嗯 并且我们会看到当天是一个高开的高开盘 然后收在高处 但是呢 呃 它只是收了一个红K 从技术上呢 它也收盘没有站上前高 也没有站上任何均线值 那么它 在 呃 目前为止呢 它没有呃 技术指标上的一个突破 哦 当然有 它的收盘价呢 我们会看到长黑是 3月1日是在120均线值下降 那么在3月2日呢 它是在这120均线值的上降 对 所以这样一个红K呢 它只是一个长黑之后的反弹 那长黑之后的反弹呢 那我们呃 呃 我们呃 也可以看到这两个 也是左长黑 右呃 呃 长红 或者叫中红 红K实体在黑K实体的 范围内 那如果它现在 我们判断它是在一个低档 那后续呢 我们认为股价会有继续 继续反弹的一个愿望 对 呃 那么 我们认为呢 嗯 上方 也就是说 如果继续反弹 那今日开盘之后 新生成的这个实均值 将成为它的一个重要压力 对 好 呃 那以上呢 是我们对这六只股票的技术快评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的收听